在澎湖确诊的案例突破2万例之时 一名孕妇日前清晨落红却无破水 紧急前往三种澎湖分院来就医 因为她和丈夫两人都确诊 在澎湖驻地医疗专机临天航空接手 使用负押隔离舱将孕妇送往高雄荣种就医 根据了解 一名32岁的孕妇日前凌晨6点左右 到三种澎湖分院就医 该名孕妇为第一胎怀孕32周 落红无破水规律的公缩 由于该名孕妇与丈夫决是确诊 申请驻地医疗直升机执行后送 由临天航空来执行 及机组员全面是穿着防护衣 临天航空接获空省中心下令 由澎湖起飞9点56分高雄落地 10点15分抵达高雄荣种 这也是自澎湖疫情爆发以来 临天航空第三度执行确诊医疗后送任务 也凸显疫情严峻之际 具备确诊后送能力 可能成为未来数年之间 医疗后送的趋势 新政府已经未雨绸缪 先行要求驻地直升机的厂商 完成设备的添购 另外澎湖确诊人数 今天也正式突破了2万人 以澎湖户籍人口10万人计算 以达两成 若以常住人口数8万多人来计算 则有两成五 不管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人染疫 或者是每四个人有一人染疫 都对澎湖的医疗量能 造成了严苛的考验 因此医疗后送成为了必备的工具 10月底即将到期的紧急医疗合约 县政府已加快脚步 希望赶在有效的期限之内 完成签约仪式 记者 陈荣誉报导